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集电动螺丝起子测试影片反应还不错 而且在下方留言区有观众告诉我说 我所购买的虾皮卖家乐博工具 还有一支卖899元 可调扭力和自行更换电池 CP值更高的电动扭力螺丝起子可以买来测试看看 但我必须老实说 用这一支来DIY组装电脑土机 你是需要购买更长的起子头来使用 方便在电脑机壳内游走 这样比较起来还是电动螺丝起子会比较适合我使用 而我比较会感到兴趣是他们家的极轮螺丝起子 其中有一支迷你型极轮螺丝起子真的吸引我的关注 通常做到如此小的极轮螺丝起子效果都不太好 转起来不是卡卡的不太好转 完全没有极轮作动效果 而且看到卖场网页的功能说明介绍 已经有点天花乱坠 说他有多强有多好 而且同时他也有大支极轮螺丝起子可以一起选购 更吸引人的是 这支极轮头还可以左右转向90度 马上让他变成极轮版首 一支两用的特色 感觉真的很有创意 不买回来测试真是可惜啊 而且再看看卖家的标价 还算合理不会太贵 迷你直向款一支是269元 大支百头款要529元 有比小米极轮螺丝起子小贵一点 但还能接受 如果两支一起购买则是749元 还能再便宜49元 也不如小补 那我们就一次把它买回来 一次测试完 也省市省运费 但请注意 这一组极轮螺丝起子 是没有附送任何起子头 请自行在这卖家的卖场 找一些适合你用的起子头 一起寄过来 多少可以节省一些运费 不然如果你只是单买一两支起子头来用 可能运费都会比它还贵 所以要注意一下 好 现在来开箱介绍我所买的工具 首先是多角度 百头款 吉伦螺丝起子 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买工具 店家是使用塑胶袋来包装 真是有够特别的 而这个塑胶袋 感觉像是大包零食常用的密封拉链袋 嗯 没错 真的是同样结构袋子 所以用这样一次性简易包装 就看个人可不可以接受了 接下来是迷你直向款 吉伦螺丝起子 再来是我选他们的一般款 51件起子头套组 来搭配测试和日常使用 至于你个人要选哪一型起子头 请照你需求选择就可以 最后是店家的产品特色宣传单 大家有空可以自行看一下 那先从我最看好的 迷你直向款 吉伦螺丝起子介绍 哇 别看它小小一只 它的质感做得非常好 该处理的细节都没有少 嗯 不错不错 这下我终于相信在产品网页下 先前购买者回复的心得分享 是真实没有唬烂灌水 它的橡胶止滑感和舒适度也蛮优异 再加上手柄有设计人体工学 手握舒适度 真的比小米吉伦螺丝起子好太多了 因为小米的吉伦螺丝起子 手把是类似水滴造型也比较长一点 当我在电脑主机维修清理拆卸时 只要在有限狭小空间使用 都会有点卡卡到手栓一起来 但当我改换成新买的Lebo mini指向吉伦螺丝起子 我的妈呀 真是太好用多了 顺滑到不行 完全和我预料的一样 手柄完全可以握满8成出力 完全没有奇怪姿势 让你的手腕有点酸痛感 真的没有让我失望 加上它的总长度不到10公分 只有9.4公分 足以克服工作上7到8成的狭小空间 而它的手转扭力有50牛顿 吉伦结构是有48指 细指吉伦 能在小角柱转动操作 快速省力转紧和拆卸螺丝 它的转动方向有三种模式 向左切换为顺时针锁紧 中间为吉伦锁定功能 马上变回一般螺丝起子使用 最后向右切换为逆时针转松 所以在新工具使用上 只要多加练习习惯后 就不难上手使用 在接头部分为快托接头设计 只要向后拉动就能迅速换好起子头 相当的方便 它的起子头使用规格为 1.4英寸 6.35mm线径 相容25mmV型钩 和9.mm钩槽固定使用 所以这支迷你吉伦螺丝起子 是蛮大众规格 不怕找不到配件来使用 接下来是多角度 摆头吉伦螺丝起子 哇!这支拿在手上 你马上能感受到它的重量 比我现在使用的小米吉伦螺丝起子重了不少 前面吉伦结构和把柄之间 会有头重脚轻的明显感 也拿它到底有多重 马上来测量一下 首先是小米吉伦螺丝起子 整体重量含起子头延伸感大约是193公克 再来是热颇多角度摆头吉伦螺丝起子 哇!我的妈呀! 单单只有吉伦螺丝起子主体不含起子头等配件就有234公克 比小米吉伦螺丝起子多了41公克 多出来的重量就看个人可不可以接受了 而它的做工质感和细节处理完全和迷你款是一样的水准 没有说变大后就简单处理带过就好 反而我还觉得增大面积后的塑胶纸滑和手拿数字感都比迷你款更好 人体工学的手柄握起来也比迷你款更加扎实 要转出100%的扭力值应该是没问题 嗯...不做不做 这握感真的让人爱不释手呢 而它的手转扭力也是一样50牛顿 吉伦结构是由48尺的细子吉伦 多角度旋转头是由上方按压式卡榫固定 而且左右方向角度都可以支援到45度和90度 完全可以照现场工作需求调到你使用的角度来完成工作 但我也必须提醒大家 在多工好用设定下 也让它的长度达到19公分 宽度有3.5公分 如果再加上起子头和延伸感 整体长度可是会很吓人啊 再和我的小米吉伦螺子起子比起来 就更明显出它有多巨大啊 所以有要打算带出门工作使用 请自行考量一下 在极轮转动方向一样是向左切换为顺时针锁紧 中间为极轮锁定 向右切换为逆时针转松 接头的部分也是快拖设计 向后拉动瞬间换好起子头 起子头使用规格也是1.4英寸6.35mm线径 可相容25mmV型勾和9.5mm勾槽固定使用 理论规格上和迷你款都大同小异 两者都能相互共用起子头配件 那最后开箱介绍是热博一般款51件起子头套组 嗯...这一套组的包装和质感做的真的不错 外壳相当厚实 兼顾保护固定运送让人放心 哇...在打开上盖后 这起子头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是相当的精良 没有粗糙和到处生锈一堆的问题 难道这就是大家说的台湾制造工具配件的硬实力吗? 程度和质感都表现非常好 而我买的一般款起子头类型有十字型、星字型、四角形、米字型、六角形和一字型 在最下方也有附上一支长度6cm的快拖接杆 再搭配你的迷你直向急轮螺子起子 它就会变成一支长度约15cm相当好用的急轮螺子起子 但我也看到购买过的消费者在反应 两者接上后会有公差松松摇动感觉 而在我手上操作也是这样同样问题存在 但当我单纯使用起子头上的25mmV型勾槽固定使用 却是摇合固定的非常稳固 完全没有摇动公差问题 我想这急轮螺子起子 主要固定方式为25mmV型勾 刚好卡满固定 改换成9.5mm半圆形勾槽固定使用 两者勾槽空间空隙如此大 装下去不摇动不稳固也难把 所以在起子头和延伸杆选择上 请自行决定好 才能避免你不太满意摇动公差问题出现 再来是这6cm延伸杆在装到大支的急轮螺子起子上使用 它就马上变成好长一支有25cm的急轮螺子起子 个人是建议单纯直接安装起子头使用可能会好一点 可是单纯直接安装起子头使用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起子头和急轮螺子起子 接头都没有磁吸功能 连大支的急轮螺子起子也是一样问题 唯独它附送的6cm延伸杆才有磁吸功能 在使用上要多注意一下 那产品大致全部开箱介绍到这里 快来测试一下新买的急轮螺子起子的效果吧 这次测试顺便把小米急轮螺子起子一起拉进来测试 因为它是我使用最久的工具 只要有一点差别 我也比较方便做出各项差异说明 而这次测试木板是使用实心原木板 木板的宽度有1.7cm 长度有6.8cm 在木板顶端 我预先锁了3支3公分木头螺子 并且各预留2公分来做测试 看谁的急轮转动效能比较好 而为了公平性 3支的起子头 全部换上全新热薄PH2十字螺子起子头 来避免划牙效力差而产生误差 好 首先从我最常用的小米急轮螺子起子开始测试 好 预备开始 停 最后完成时间9.12秒 接下来是热薄多角度摆头急轮螺子起子 好 开始 停 最后完成时间6.27秒 比小米急轮螺子起子再快了2.9秒 最后是热薄迷你直向急轮螺子起子 好 开始 停 哇 我的妈呀 他和他的大哥在一样时间内完成 真能不能看他小小一只就瞧不起他 那最后来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先从小米急轮螺子起子说起 它是我使用最多和跟我最久的工具 我对它的使用心得和优缺点也是最清楚 它的水滴型手把设计又少了止滑效果 让我常常无法大力时卧出力 常会有打滑现象发生 在需要重力锁紧时 让人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所以它的才能大概真的是在电脑主机DIY装机 绝对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再来是热薄多角度摆头急轮螺子起子 是3支测试过程中 我在锁螺子最省力省事的 由于它的急轮前端结构很重 可以稳稳把螺子压死死 我只要轻轻松转动 咔啦咔啦就能把螺子锁好而拆下 但看到这里先别急的马上下单购买 也因为这头端很重原因 它的下垂力道会很强烈 当你在横向锁螺子时 你又必须花更多力气 把它举起来在对准螺子孔后才能顺利完成工作 所以怎么说呢? 东西有时候就是有一好没两好 但你只要把它用在正确的工作场所 例如在自行DIY家具组装 按下转向卡榫 马上变成一支急轮扳手锁起来更加的轻松顺手 简单出力就能组装好 而且在不同角度变换 更能让你在有限空间把家具锁紧完成 如在使用自家脚踏车保养维护 更是得心应手 不管是在调整锁定脚踏车龙头 刹车皮调整位置 和刹车手把锁定固定都难不倒塌 看完这么多举例 还不会心动在你的工具箱入手一支来使用吗? 最后是热博的mini直向吉伦螺丝机制 诶...要怎么说呢? 它是很好用没错 可是先天的短把柄设计 有时锁到一半 是需要再把掌心向前推进加压 才能让你螺丝再持续锁到底 所以它的才能还是在短小狭隘的空间 完全是它的天下 让它能尽情的发挥实力 来一盏长彩 更别说用在电脑维修上 简直是小菜一碟 轻松解决 最后也不得不说 现在家用吉伦螺丝起质 进步的真的太多了 也蛮好用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用过更好的手动吉伦螺丝起质要推荐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